这两年除了手机5G之外 WiFi6也一样很火 如果家里的路由器无法满足全覆盖的话 可以考虑多台路由协同工作 但对于一般用户来说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Mesh组网 简单通俗来讲 就是将同一网络下的数个路由器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 实现无缝漫游 有Mesh功能的路由器 将共同使用一个SSID网名和密码 你可以抱着设备满屋跑 而几个节点会自动切换 相互接力选择最强的信号 这里和大家介绍两款表情不错的Mesh路由器 华硕的XT8和TP-Link的Deco X90 这个视频算不上数据评测 只让大家对两款产品有个应用选择上的了解 两款产品的配置都很容易 并且主副路由器都是通用的 连接网线的设备默认为主路由 另一个会自动识别连接主路由 组成Mesh网络 华硕标注覆盖范围是5500尺 TP-Link为6000尺 这些都是在没有强体阻隔的理想状态下的数据 但日常对大多数大户型的用户应该都足够了 两款产品都是三频最大速率6600M 两个5G频段和一个2.4频段 其他产品数据都在网上可以找到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值得一提的是 华硕后面有四个数据接口 而TP-Link只有两个 需要多个接口的用户需要注意这点 华硕还贴心地提供了USB 3.0扩展功能 方便用户扩展USB存储设备 或打印机设备等等 两款产品的设置方面 都可以直接连接APP进行设置 操作也并不复杂 路由器通电之后就可以进行设置了 整体操作在APP中就可以完成 5G1和5G2都支持WiFi6模式 5G2默认作为两台路由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所以在AI Mesh模式下 在网页看不到5G2的SSID和密码 5G2最高支持4808MHz的传输速度 这样的设计 也是为了满足用户日常高速传输的需求 测试方面 TP-Link的主副路由的下载速度 基本都维持在450MHz左右 华硕的主路由则可以达到600MHz附近 但分路由的速度却低了很多 只保持在300-400MHz之间 虽然在数据上分路由表现一般 但在游戏的稳定性上 却得益于软件的优化而表现出色 软件控制方面 除了可以对游戏进行优化外 还可以对串流媒体 网络会议 网页浏览等集中场景进行优化 由于TP-Link在高级软件控制上 采用的是收费方式 所以除了一些基本设置外 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功能 除此之外 对我来说 华硕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和其他品牌的路由器进行组网 这是大多数Mesh路由器所不具备的特点 在按照安装步骤进行设置时 系统会让客户填写SSID网名和密码 这时只需要把共享路由器的网络名和密码填写一致 便可以相互之间自由切换了 作为Mesh路由器来讲 市面上一般很少有设备支持USB3.0扩展路由器 华硕却有这个额外的功能 它可以作为私人云储存使用 而且读写速度也相当不错 千兆有线网连接 读取速度为66兆 而写入速度为44兆 无线网络连接 速度达到56兆 读取速度为32兆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它并不支持EXFAT格式的硬盘 需要格式化为NTFS 或FAT32格式才能识别 另外的路由器设置里 还可以安装离线下载大师 这功能完全顶得上半个NAS网盘了 其实两款产品的性能都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不打游戏 这款TP-Link也是不错的选择 它的传输范围更大一些 价格方面 TP-Link现在打折后是600加币 华硕原价就是580加币 两款路由器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高端产品了 由于在游戏稳定性上 华硕更胜一筹 并且功能性更强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 华硕还有和其他品牌路由器组网的功能 能和其他品牌组网的路由器并不多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华硕这款路由器 最后说一下我家安装的过程 家里一楼和二楼分别有一个网线接口 但网络公司提供的光猫 却只有一个输出端口可以正常工作 就客服说 他们提供的光猫都是这样的 所幸的是 这次网络公司提供的路由器也可以Mesh组网 为了更有效的延伸网络范围 我将主路由直接连到地下室的光猫 然后便可以分出两条线 连接一楼和二楼的网线接口 一个分路由连接其中一个接口 另一个可以无线组网 还有一个网线接口 连接华硕的Mesh主路由器 因为华硕具有跟其他产品组网的功能 所以家里可以同时拥有五个节点同时工作 两个华硕路由 和三个网络公司提供的路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尽量让穿墙能力弱的其他路由器 远离华硕的路由器 因为有时候因为距离的原因 网络会锁定在其他节点上 而不是华硕上 这样一来 便可以最大的限度覆盖家里的每个死角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